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一场圆桌会议 由徐子忠教授主持 主持工作比较简单 因为在座台上他们都非常有名 不需要我多介绍 第一个给我们讲的就是刘在副教授 那我先反应过 第一个不是你吗 因为我那个酒店长头还没睡醒 我是第二个 如果你给我安排了第五个我觉得更好 这次会议 建梅你定个讨论题目以后 他告诉我 让我做十分钟的发言 那么我怕那时间掌握不好 所以我就干脆写下一个提纲 那我现在把这个提纲练一下 一 面对方诞的世界 文学何为 我的第一个答案是 唯有文学大有可为 方诞的世界可以杀死伦理 杀死道德 杀死新闻原则 杀死世间原则 但杀不死文学 因为文学不但 不仅可以坦然的面对方诞世界 而且可以超越方诞世界 穿透方诞世界 见证方诞世界 对于世界的方诞 政治家们不一定敢于面对 即使当下的世界 已经像即将碰撞冰山的 泰坦尼克 他们也往往要遮蔽真相 照样歌舞生平 而民众深处荒诞世界 这往往不知不觉 如果不是波拉图 我们处于囚犯的冻结之中 仍不自知 如果不是女性 我们处于黑暗的铁雾中 仍然不自知 如果不是贝克特 我们处于等待的希望之中 仍不自知 如果不是高形建 我们生活在自我地义中 也不自知 面对当下荒诞的世界 文学却可以给我们清醒的意识 可以最充分的发挥 文学可以最充分的发挥 其警示 省示的功能 第一点 第二点 面对荒诞的世界 文学何为这个问题 又使我想起了 从卡夫卡到贝克特 优奈斯库 卡密尔等 二十世纪的西方荒诞作家 荒诞二字 是他们对现实世界 深刻的认知 我认为荒诞二字 精彩极了 他们面对非理性 非常态的乱糟糟的现状 连出荒诞二字 倒破了世界的真理 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 这是他们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一百年过去了 人类社会 能处于卡夫卡所结识的 变形纪审判 城堡的时代 卡夫卡 贝克特等并没有过时 在庞大的官僚体制 和庞大的市场体制下 人渺小得像 墙角边的甲虫 活得像 处处遭到审判的囚犯 这不正是今天的真实处景吗 西方的荒诞小说 与荒诞戏剧 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一类是对荒诞的思辨 这是文学性与哲学性交融的思辨 如贝克特的《等待歌多》 与卡谬的《修西施神话》等 另一类是现实世界 荒诞俗性的结识 如卡夫卡的《变形记》 和卡谬的《吉外人》 中国当代作家的 《方诞义士觉醒后》 所创造的作品 多数属于第二种类型 高行舰的车站 残血的房尼街等 均属于第二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也有 如协伊伟的《遗器》 整部小说全是对方诞的诗变 最近我读了《遗华》的《第七天》 和《颜年科》的《炸裂志》 还有《甲平娃》的新长篇 《古炉带登》等 深受震撼 这几部精彩的小说 都写出了现实世界的 极端荒诞性 但是不是可以归结为 荒诞小说 可以讨论 莫言所作的《九国》 李瑞所作的《矮人鹏》 就《无风之处》等 也带有极大的荒诞性 但是不是可以归类于 荒诞小说 也应该讨论 我初步认为 他们不能归类为荒诞小说 这是因为这些小说的重心 仍然在于呈现 世界的真实困境 而不是对荒诞世界的哲学认知 第三点 面对荒诞的世界 文学何为这个问题 又派生出另外一些问题 既然现实世界充满荒诞故事 而且说到处是荒诞 到处是颠倒梦想 那么如实地描写这个世界 不就可以了吗 老现实主义方法 老自然主义方法 不就够用了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又做了两点思考 第一 面对荒诞世界 写实传统 确实不可以轻易抛弃 宝刀不老 写实永远不会过时 目前 当下我所读到的 颜年科的乍列字 怡华的第七天 甲平华的古炉带等等 都可以说是残酷的写实 残酷的写实 这个词是王安逸说的 他有个文章题目 就叫做残酷的写实 也就是洋气的机械反应论 和任何主义前提的写实 难了 他们又不停留在 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中 老现实主义的缺点 是容易使作品淹没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 缺少穿透力和提升力 颜年科主张 从现实主义进入神实主义 我理解为 应从表真实 进入理真实 就是内真实 然后又进入何真实 也就是神真实 也就是对生活表象 进行透视之后 还要拷问出表象背后的世界的真理 我担心的是 面对荒诞世界 政治的作家 难免要义愤填宁 要仗义之言 但我仍然坚持说 文学不可以把社会批判 作为创作的出发点 而且说 文学不可以停留在谴责 批判暴露的水准上 因为这样的文学将势之肤浅 我一直说 环子之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 而未进入人性深处的文学 势必落入肤浅 所以文学还是要从荒诞世界中跳触 也就是超越出来 跳触不是闭着眼睛 而是睁大眼睛加以透视 也就是镜子还不够用 需要透视镜 金刚经所说的天眼 法眼 佛眼 肺眼 就是透视之眼 只有这样方诞二字 才成为审美的大范畴 而不是世俗概念 世俗社会里面的草草闹闹 细理古怪 不属于方诞 第二点 思考 二十世纪的西方方诞文学 其成就不可否认 但这种文学在结识世界的方诞时 多数缺少古典文学 如以果 托尔斯泰 托斯托尤斯基 曹雪芹等的 那种精神层面 这种精神层面 不一定是宗教信仰 但要有宗教情怀 而且说 有韩戏仪作品中的心灵意印 我读高刑建的林山 就觉得他 虽然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气息 但仍然保留着明亮的精神层面 王安逸分析张成志的心灵史 和张伟的九爷议员 就特别重视心灵层面 无论如何 心灵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它可以构筑温兴和光明的心灵世界 因此 面对方弹世界时 文学如何展示精神层面 又成为一个真问题 而如何评价 缺少精神层面 既不提供社会药方 和救赎意义的文学类型 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四点 最后一点 最后一个回答 面对方弹世界 文学何为 我的第四点回答是 面对方弹的世界 文学比政治学 历史学 社会学 新文学等更独到的是 文学不仅可以 面对客观的方弹世界 而且可以面对方弹的自我 自我具有恶的无限可能性 作家的自我 也往往一片混沌 而不知不觉 这个时候 作家的自救意识 可能比救世意识更清醒 自救不是自意 而是自知 自审与自度 即对方弹自我 有一种真诚和深刻的认知 认识方弹的自我 有意义 更深刻的认识方弹世界 未能正视浑浊的自我 而以救世主 和社会正义发生之机 将导致另一种方弹 至少是一种盲目的 且少清醒意识的浪漫 我的话讲完了 谢谢大家 在傅老师的发言 会开启了很多 可以发展 可以争论的题目 比方说 作家要不要把社会批判 作为一个触发点 像说写实主义在今天的世界跟文学关系当中 怎么样的一个功能等等 第二位发言的是余华 我第一次见到余华是25年前 我被我的一个朋友吴亮 拉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 去做一次演讲 我之所以跑到鲁迅文学院做演讲 就是因为听说学员里边 有余华 有莫言 有徐昕 有余达 这个很多的有名的作家 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去上过一次课 从那 我不记得他有没有真的听我们的课 但是我们做了很长的谈话 讲了翻译 讲了小说 讲了很多事情 从那以后 我在香港做一代弊的这些年 这个余华的每一部作品 都引起了 包括我在内的 文学爱好者 以及一般的读者的兴趣 从现实一种 1986年 1986年是我上课的教材 到后来的 活着 许三观卖学记 一直到最近的 第七天 我本来很 我前一阵身体不好 我跟你们说 我非常恐惧死亡 看了第七天以后 我得到一点安慰 我觉得 问题不大 我假如去到那个地方 我还能见到夏军峰 还能碰到野丝 我还想见一下毛泽东 等等 本来这辈子见不到的人 我还期望在那里见一下 所以这个 第七天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荒诞 我觉得这个 下面这个 我不多 将来已经有趣一话 其实我还没想好说什么 我昨天晚上就到 因为这个叫面对荒诞的世界 其实我 我觉得就是现在 我的一个感受 就是来香港 比去什么地方都荒诞 太麻烦了 就是整个的过程 而且又遇到了 我们大陆的一个中秋 一个国庆 他们不干活了 然后你说我在拿到 香港路径处的 那个签注以后 北京市公安局 还得再过一道 然后北京市公安局的人 那个 你又不能跟他们发脾气 是吧 所以 你应该去对 中宣部的人发脾气 也千万不要对 公安局的人发脾气 是吧 所以 我就瞎说 那个 刚才在副老师提到 那个默言那个九国 然后那个 徐志东提到 那个25年前来 那个鲁循文学院的时候 那个情景 我就想起 给你们说那个 九国的那个故事 那时候 那哥们跟我住一个房间 住了两年 他在写那个九国的时候 我们去别的房间 偷了一个柜子 因为你好像来过 我们那个房间吧 偷了一个柜子以后呢 给它隔开 隔开以后呢 我们就是 但是呢 我们当我们 柜子不中间有一条缝吗 那时候我在写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是在戏中呼唤 他在写他的 不知道第几部了 可能前面已经 好几部了 九国 等到我们往后面一靠 那个门缝里就看到对方 经常互相看 你知道吗 感觉非常不好 结果那哥们回那个总参 那时候他还在总参政治部 去拿了一本 两年前的日历 还是多少年前的日历 挂着一挂 挡住了 就是我们看不见对方了 你知道吗 终于写完了 他把那个小说终于写完了 写完以后 没有杂志敢发表 然后他 我们不是毕业了吗 毕业以后他跟我说 你能不能给我 拿到那个浙江 哪个杂志去 我说 他手写的 那么厚 你能不能拿到 那个浙江某一个 那个杂志去 给我发了 我说浙江 你能发这个 大概也就是江南 江南是一个双月刊 比较厚一点 我说好 我说给你弄回去 然后我回到了浙江以后 我给那个 我当时在嘉欣 我回到那个嘉欣以后 给那个江南的主编 打一个电话 我说莫言 刚刚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莫言 刚刚完成一部新长片 极其精彩 我还没看呢 而且那个 我说是他 北京的刊物墙 其实没加刊物药 你知道吗 都不敢发 我说你 给你这么一个机会 他说那怎么办 寄过来 我说什么寄过来 你派人到嘉欣来取 我说寄丢了怎么办 派一个人坐火车到嘉欣 那个时候落后 然后取了稿子 莫言那小孩子 过段时间写信问我 小时候什么时候发啊 我后来打电话 问一下当时 那个江南的那个主编 我说什么时候发呀 他说不能发 他说里边有那么写 红烧小孩 我后来给 因为我没看过那小时候 我说 我给莫言给我打电话 问我那个情况 我说他说 他们不敢发 说那里边有红烧小孩 就是那个荒诞的事情 现在这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 这个 面对荒诞的世界 其实 这对中国作家 今天的作家来说 是一种幸运 当然也是一种苦恼 就是 因为也许我们生活在中国 可能对我们发生了 那么多的事情 可能是 你感觉可能是麻木的 就是不是那么的 保持那种敏锐度的 但是你到了国外以后 你发现 我记得大概是前年 我在美国的时候 遇到一个教授 一个不是搞中国文学的 他不会说中文 通过一个翻译 他就跟我聊天 他就说是 中国的小说 没有即时的好看 我说是什么 你指的是什么地方 他说即时的比小说荒诞 就是即时的比小说更荒诞 我当时一听 确实是这么回事 因为你目前 你只要把 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个事件 你只要给它深入下去 它的整个的逻辑性 和整个的那种处理的那种方式 真的是充满了那种荒诞 当然那种荒诞里面 可能是具有某种 其他的因素的 比如说是 前不久不是那个网上 最近因为那个互联网 不是那个微博 所以微博现在已经 已经不这么好看了 尽管如此 也比那些好看 还是最好看的 偶尔会有一些 就是非主流的那些 就是不具有颠覆性的 那种问题的也会出来 前不久有一个人 好像被拘留在派出所以后 高丸坏死 他的那个人 说是被他们踢的 可是派出所的解释是 他心情抑郁以后 所以造成了高丸坏死 一天时间就坏死了 其实所谓的荒诞性 都是来自于 对某一个事件的一种阐述 其实这个事件本身 他并不荒诞 是不是 因为肯定是一个外力造成的 但是他那个阐述 就跟以前 说到我们中国那种 社会现实里面 以前那个 就是说监狱的故事 就笑死人的 监狱里面经常出现 一些非正常死亡 刚出来一个 最有名的那个解释 就是躲猫猫 说是那个人是在里边 那个作弥上死的 后来还有更荒诞的 有一个人 非正常死亡以后 说是早晨洗脸的时候 在洗脸盆里面淹死了 还有一个死亡是 盖被子的时候 被被子压死了 其实从这一点 就可以发现 就是荒诞并不是 事件本身的荒诞 而是对事件的 阐述的那种荒诞性 那么我们中国的 社会现实 它对那个 这个社会现实 对很多发生的事件的阐述 已经超过了 小说家的那个阐述了 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你应该 再如何去写那个小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很关键一点就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荒诞小说 或者是 多么离奇的小说 就细节一定是要真实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是任何一个 这是衡量一个小说家 是否优秀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比如说像神话 举三个例子 那个一个例子是 在那个 希腊神话里面 就是那些神要上天的时候 他们做的是 那个阿拉伯的飞毯 是吧 有一个毯子以后 你飞起来就是 这是一个现实的依据 就是能够让它能够飞 如果说是一个人 手臂一张就飞上去 那这是一个 很一般的一个作家写的 然后那个希腊神话里面 就很简单了 就是在阿拉伯神话里面 是做着飞毯 希腊神话里面 那些神直接有翅膀 就是借助鸟的 人家对鸟的一种认识 这也是一个现实的依据 但最厉害的 是我有一次偶尔看到 在《寿生记》里面看到的 它里面说 中国的神仙啊 是下雨的时候下来了 刮风的时候回去了 这多牛啊 这个很厉害 因为这个是一笔 你看就是 它借助那个自然景观的 那种状态 下雨的时候下来 刮风回到天上去 它不是随时都能下来 随时都能回去 你得买张票 哪怕是神仙 你也得买张票 得要借助这样的一个势力 所以这是指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 荒诞的那个作品也好 还是那个 包括卡夫卡 刚才在福老师提到的 那个《变形记》 它一起来以后 就人变成了那个甲虫以后 卡夫卡非常优秀地 就是写到了 一个人 在适应他的躯壳的变化的时候 他的动作已经是非常缓慢了 但他的人情感 心里都是人的 而且他还想着 第二天去上班 怎么见人 之如此类的那种 他这种细节描述 是非常非常的真实 所以任何荒诞小说 就是他的细节 都必须是要脚踏实地的 就是你的脚要踩在地上的 你不能是那个扶在空中的 我暂时就说那么多 应该有十分钟了吧 至少知道了 余华跟莫言同房的 这个闺蜜的 这个私人 那小子的所有的坏毛病 我全知道 但是我一般不对外说 基本上不说 因为我一说到他也开始说了 他们等一下还会说 他们不是现在就说完了 他们等一下有个互动的 这个 我很高兴这个 这个余华讲到 因为这个 也是我常常讲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 荒诞 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他作家总是把 把生活当中的一样东西 弄得荒诞 然后把其他的东西 弄得高度的写实 这样的 艺术效果的张力就非常好 要是你 什么度荒诞 比方 你要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的话 我们对孙悟空翻更多 我们就不感兴趣 因为他 中国的很多武侠小说 缺乏这种细节 这一点就很不过瘾 你一定要 就是家虫这个东西 就变家虫之荒诞 但是余下来全部是真人 你会想象自己变成家虫 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联系到今天躲猫猫 在洗脸的时候淹死 被被子压死 这个一个荒诞的话语 阐释 揭示的是前前后后 很多严肃的写实 那这样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文学的想象力 其实这个 我昨天晚上讲课还在讲 其实亚利斯多德 当年就讲过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荒诞性 一个荒诞的东西 后来引出很多很多的 真实的东西 我有一个有趣的比方 就是说余华刚才说 对中国的事情 在国内麻木了 跑到外面一看 有这样的观感 跟你作为对比的是 王石最近的言论 他说在哈佛回头看 中国发生的什么事情 都是合情合理的 王石我给你做个参考 就是那个房地产商 对 他的看法跟你正好相反 他的意思是 你在中国可能会想不通 但你一到外国再看中国 什么东西都是合理的 这就是大家知道 对于荒诞世界 商人跟文学家的看法 是很不一样的